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在中国当地时间2月1日凌晨 中国的网友在社群中评论一段视频 视频开头是春晚广告 其中他提到春晚直播预约 2022年和朋友一起边看春晚 数评看春晚独家直播 除夕晚8点视频号见 中国网友纷纷评论提到 那几实现人人平等的免费医疗 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免费养老 请春晚的镜头对准疫情民众 他们在数九寒天 露宿街头 你们却在灯火辉煌下应歌业务 这种早已沦落为 饥乐行为一束 取消吧 那是钱兼给贫困儿童吧 三免 一个国家政府的良心 是最基本的人权 不敢看 怕幸福的睡不着觉 兔死狗棚 劳民伤财 古春粉丝 垃圾中的垃圾 画皮的恶魔 呼吟三免 一瓶 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 免费养老 社保平情 全贵资产公开 典费免费免费 有意思吗 我怕是近十年没看电视了 同日中国另一网友也披露视频 第一段视频时长九秒 场景显示 在一段写花漫天的高速路上 有数不清的车辆和车阻 被迫停留下来 提供此视频的作者提到 恶言返乡 在高速公路上隔离过年 视频中的原因中充斥着众多民众的交集 显然是准备着最后一刻回家 可是由于特殊原因 无法在此前行 以视频中的所有内容结合来看 这数不清的民众 显然正处于又能又恶的境地 第二段视频显示 在一个大桥附近 原本繁忙的交通 不见任何车辆在行驶 视频作者在文字系数中提到 燕郊封城第四天 以北京的交界 拉上了铁丝网 独立了 也应提到 今天已经是燕郊隔离的第四天了 这座通往北京的桥上 一个车辆也没有 因为过年了 大桥也需要休息 超白河对面就是宋庄 河面上一个脚印都没有 超白河两边拉起了铁丝网 充分体现了光大民众 抗击疫情的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